快樂,快樂! 在這個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要復兴我每個月介紹我贊助的承諾啦! KT Racing 這個是台灣的避震器公司! 我們的 Daihatsu Charman 紅柱 還有我的Vios,兩輛車都適用他們的避震器 他們的Facebook 連線在下面,你們可以自己聯絡他們啦! Westlake,我在等著他們的 Sport RS 啦! 不懂幾時才會寄過來? BS Motor Sport 這個是小君的店鋪,它有賣柴油改裝, 還有賣各種避震器,等等的改裝物品 如果你們想要買的話,沒禮區的朋友們呢, 你們可以點擊下面有一個地址啦,是Google map的地址 可以去到BS Motor Sport Msoi,我的紅柱跟我的飯糰都是用它的M牛, 所以 Msoi,第一次在Synthetic Lopeng Chi,這位他還是有繼續支援我們啦! 他應該還是單身,除了會講泰國話呢? 如果你們女孩子生病的時候叻, 你們也可以去找他因為啊,他是賣各種藥材啊,中藥啊,西藥啊 他可以講算是一般的醫生了啦! 這樣的男人,哪裡找VPS Road Rictifier? 這個產品叻,就是讓你的車子穩定你的電流 像這種老車呢,它的電線可能已經不太好了啦! 但是裝了這個東西,你可以穩定你的車子電流,變成找回流式的馬力啦! 所以裝了這個,你可以改善你車子的電流 想要購買這個產品的話呢,我會放他們的網站在下面, 你們click進去了解詳情哦! 我的贊助商已經公布完了,已經介紹完了! So,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QCCS,我是許惟誓!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VLOG的話,就知道我已經在我的底盤上面強化了咯! 前面有NRZA,後面有裝Traction Bracket! 今天其實就是我第一次開已經改好了的車,來試一下多拿 試一下它的操控感是怎樣啦! 後面我也放了14吋的輪圈,試一下啦! 因為之前我14吋一起車,它就一直跳一直跳! 希望有改善啦! 這個影片將會適合給那些,有玩跟我一樣玩這種後輪車的人! 底盤是4LIN的啦! 如果大家不懂4LIN的話,呼個一下! 其實,如果你們有···像我一樣啦,玩這種 K70啊,K186啊,Tarazoo Harmon啊,還是PE什麼什麼的啦! 只要你的後面是4LIN的話,玩跳魚,最好是放這個東西啦! 因為,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玩跳魚那些啊,車子、車身一定是放矮的嘛! 放矮,你一直跳一直跳啊! 那車身其實,也是會烈的叻! 我希望拍的這些,可以真的是幫助到需要改善車子狀況的人啦! 所以現在我有一個鏡頭是負責拍輪胎,看一下那個輪胎的情況是怎樣啦! 14吋! 到底會不會跳呢? 我改了NRCA啊! 我發現到我轉角度的時候啊,現在的角度真的是比較大了啊! 哦呦!真的是不會跳了啊! OK!後面真的是,不會跳了哦! 不會跳了! 所以,我可以證實了,裝了traction bracket啊,可以改善後面之前我那種整啊! 好吧,我覺得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裡先啦吼! 我在這一集的QCCS,可以證實啊! traction bracket的確認中! 喜歡我這一集的影片記得點個贊和分享,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我是許惟勝,還有點擊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了! 我們下一集,見! 嗯... 嗯! 嗯!